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今次來到 Region Hong Kong Region Hong Kong 剛剛開設 其實現在開設 只開設了四間餐廳 今天我們來到 Lobby Lounge 其實之前來過一次 打算喝杯茶 但看到Champing Menu 很特別 其實它開設多了一個項目 叫做Goro Champagne 我見到Goro Champagne 挺特別的 其實現在香港來講 一間五星級酒店 它這麼特別 搞一個項目 即是叫做Goro Champagne 我見到其實也有二十多支Goro Champagne 我再看看價錢 嘩 不得了 最便宜的一支只有七百百九十元 所以我也覺得 因為那天時間趕 這樣就嘗試不到 今次就特意再回來試一試 今次我又真的叫了最便宜的一支 這支就是這支Lavrie的香檳 這支香檳 大家可能沒有太多見過 它有一支較為小 即是很細裝的Goro Champagne 而它最出名的當然不是這支 因為這支也是最基本的 Extra Brut 其實它最出名的那支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都會聽過 它有一支叫做Lay Seven 那支Lay Seven出名在甚麼 因為其實它 大家之前都聽過說 香檳區 並不是三種提子 其實它法定提子有七種 那支Lay Seven 那支也有一個Seven 即是很明顯有七 其實它是有齊七種香檳區的提子 那今天就當然不是喝那支 因為我見過Manual也沒有 但其實這支今天就嘗試 它的Extra Brut 這支Extra Brut 其實它主要會是 大部份它有60%是Pinot Mounier 然後有30%Charnay 另外還有10%是Pinot Mounier 這支酒 最初開啟的時候 它的溫度不是很低 正常酒櫃低一點的溫度 我想約10度左右 最初一落口 它的果感其實很重 又有些味道 有些稻草味 其實它的組織相對差一點 但是當它不斷開啟之後 不斷在冰桶裏面 溫度就慢慢降低 以及在冰桶裏面 不斷地吸收它 其實這支酒就開始變化 其實就越來越實淨 最初它會用一款 較小的Herman杯 都不是完全是Fruit 那些 我們叫做 好像Tubrid 那些形狀的杯 那杯的感覺 其實主要是 酸度和果感先 但接著我就叫同事 不如換一隻Bernie杯 換了一隻Bernie杯 其實當換了Bernie杯之後 溫度再降低 其實這支酒 我們叫做Elegance 就慢慢散發出來 其實這支酒 就越來越好喝 我覺得都是一間 五星級的酒店 一支790米的香氛 其實坦白說 應該大家都不會在香港的酒店 看到的 其實我覺得這支酒 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因為都喝一喝一喝 其實都不夠喝了 接著呢 我又再看到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項目 這支酒店 有一支在Bernie de Blanc區的 Rosa 但其實實際上 這支酒店 只不過是在Bernie de Blanc 其實它的提子 並不是在Bernie de Blanc 它主要是在近Epley那邊 就是在近Epley那邊 大家都知道 Bernie de Blanc 最重的 主要是在Charnet 但這支 其實它大部分 是Pinot War 有Charnet 和Pinot Mounier 這支酒 Rosa 其實Rosa 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最大陸的方法 都是混合紅酒 其實它就加了一些 在Bruce 那區釀出來的Pinot War 加進去 製造一個粉紅色的 這支酒 其實一來到 一落杯 我已經叫同事 你不要給我一隻小杯 你給我一隻Bernie杯 一落杯 其實已經很好喝 它已經散發出一個紅果 而且它的酸度和麵路 吃得非常之不錯 一落口 其實這支Rosa 大家可能真的 想都沒有想過 一間五星級酒店 其實這支Rosa 只是賣890元 真的已經出色到不得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見到Manuel 真的不敢相信 一間五星級酒店 可以用這些價錢 去給我們一些香檳的飲家去享用 真的很便宜 除了之外 其實它酒店 就算你不訂購 食物 其實它已經有一些 原本的 有些橄欖和橄欖給你 其實這個橄欖和橄欖 其實都是質素極高極高的橄欖和橄欖 大家若然如果 可能 因為其實它很早開 其實它十二點多鐘已經開 即是若然你下午十二點多鐘 上飲一杯香檳 或者飲一枝香檳 其實不妨可以來這裡 其實它營業時間 上去到十點鐘 這樣就是你由一個全日 你上飲香檳 我覺得香港的Norby Lodge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多謝大家